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今次多了一位嘉賓 Sophia 是一個女性的Leica用家 用了手動鏡已經一段時間 我想問一下Sophia 其實你作為一個女性的用家 你如何克服手動鏡頭 手動快門的操作呢 其實初期我都害怕的 因為習慣自動對焦 什麼都不用做 但是拍攝差不多的日子 發覺有很多東西 原來手動鏡頭可以 可以隨理想怎樣去掌握主體都可以 其實手動鏡頭是有一個好處的 所以我開始用手動鏡頭 初時都害怕的 但是我發覺原來都不像想像中那麼困難 那就假以示 其實是可以的 那你用了一段時間 你覺得操作使用方便呢 怎樣給我們一些提示呢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 他又想玩 應該怎樣去操作 怎樣去避免這件事呢 如果有朋友想轉做手動對焦的鏡頭 我就建議他用35mm 因為35mm 其實如果像拍外影一樣 近的也可以 拍遠的也可以 這樣 變成了 他的範圍 他的範圍 又比50mm大些 雖然50mm定焦 一般人來說是最好的 但是我發覺 如果去跑外景那些 就是35mm 就是好用很多 嗯 譬如說有時候用的時候 就不用像50mm那樣 就是有時候換來換去 是啊 50mm定焦會有些盲點的 我認為是 有時候太近 你又不行 但是35mm就很小 很用的 嗯 我通常會配一支35mm 另外會配一支90mm 嗯 其實已經很夠小 我去西藏也可以 那這支其中一支 就是有六片玻璃的 我們通常都叫它做六妹 那這支就是你用開的其中一支 是啊 這支35mm很好用的 嗯 那你今天又帶了一部機來 那你說一下你的機 是啊 這部是240p 那就是我現在配了一個鏡頭 就是21mm的 那21mm就 我上次去陝西拍波浪島 這支21mm就真的是無敵了 就是 那你覺得有什麼是比較正的地方 它覆蓋那個範圍 那視乎你拍什麼 我去波浪島 因為它那個 你要拍當地的那個氣勢 就是當你要拍一個有氣勢的地方的時候 比如好像你去到美國馬騰谷那裏 或者是那些 就是範圍這麼大的那些 其實這支21mm就很好小的 不過你一定要配一個viewfinder 這個是必須的 是啊 必須的 因為我習慣用viewfinder 那如果對焦又要兩頭望 會不會覺得不方便呢 其實都不是的 你拉架機 配這個拉架鏡呢 其實是合招的 其實基本上是更好用 你用那個拉架鏡頭去配一些 NICON或者CAN-LINE那些 我發覺是配上原裝反而更好用 對焦是很快手的 一看就可以看到焦清了 那之前呢 你有說過 這個可以 譬如說超超距的方法去拍 或者可以在這裡 可以給你解釋一下 是啊 我喜歡用的那支 就是28-2.8 那支28-2.8 就是掃街最好的 我一教教到超焦它 5.6光圈 其實已經通殺了 我試過在伊朗 直接是一邊逛街一邊拍 全部都OK了 有一條古村那裏 我簡直是 行到有 即是你喜歡的距離是多少就多少 根本也是通殺 那支又很好用的那些 那就比自動對焦更快了 是啊 自動對焦你還要 是啊 還要等它準備好 那你就拿起按鍵 是的 所以其實呢 守動對焦對焦對 以我來說 現在都用到了一段時間 其實是 其實問題不大的 不過呢 你就每買一支手動鏡頭 你就回去要有些時間 要跟它聊聊天 溝通一下 是的 溝通一下 知道它最佳的對焦距離 你自然就很洗好用了 明白 很感謝Sophia今天跟我們介紹了 怎樣用法拉卡的東西 下一個環節 接著就介紹一下照片 之前你拍的照片 有些什麼作品 好的 好的 我們現在就開始看看照片 現在由這張開始 Sophia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張照片我最近在韓國拍攝 拍攝櫻花 用一部M246 你會發覺用黑白去拍櫻花 其實是另外一個味道 我用了52 50定焦 2 你覺得和之前用其他有什麼不同的 很乖的 這部黑白機真的很棒 值得推薦 它出的細節是讓你由彩色去轉黑白 是不同的味道 這個 你現在就這樣看到的 那些花好像角不清 但是如果當你放大的時候 其實那些細節都會出來了 大家看到是嚇死人的那隻 是啊 那光圈你當時是用多少的呢 其實你看到後面都是大光圈來的 不過用舊鏡的有道 就是用拉架鏡 你不需要太大的光圈 其實光圈要多少 其實是視乎你想要後面的那個散景是有幾散 這裏應該不會很大光圈的 應該是4至5.6 其實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用到2的那些 太散就交代不了當時的情況 好 其實這支是一支很老的鏡頭 來的 是啊 這支鏡頭很小的 你這張呢 這張呢 這張呢 就是我22號那時候去池山子拍的 那些還是用90 定朝4光圈的 就是那支鏡頭 不是說十分是很漂亮的那隻 只是四光圈 不過呢 它的出的效果 你都看到了 是我 一個 那個對焦那個 對主體呢 就真的很shark的 還有呢 它做到就是 實和虛的分明 還有當時的光就很好 這個也是同一個地方 是 這個也是池山子的 這個呢 這個呢 我就是用 用 用 對 你拉近鏡 你看到其實真的很shark 那你對著這麼準 是 其實是 用 就這樣用Wing Trider對嗎 不是的 我就這樣 對 我就這樣 敷個Wing Trider 就這樣看的 那你很厲害 其實沒有的 你拍這些 你最緊要是 要對它的眼 對它的眼 對它的眼 這樣 這個呢 就是我用的 35 35 35 2 就是我最喜歡的那支 這樣 當時呢 已經是 4 5點多 5點多 有些邊光 那我利用它的邊光 還有它後面那些 那些 陽光是由那個樹林那裏射過來 這樣 這樣就做了一個效果 這個就是雪山嗎 這裏呢 就是陝西的波浪島 我剛才有說 有支 21就是這麼好用的 這21就是 當你去到一個這樣的環境 很澎湃的 和很震撼的 那你就非要用這個21不可 這樣 其實看到都很細緻 是啊 用拉架鏡是很怪的 但是你就這樣看一張照片 你好像覺得它有些地方不細緻 但是其實越放大就越細緻 你就越看到一些細緻 就是跟那些日本的手銅對焦鏡 就是剛剛相反的 很怪的 手銅對焦的那些鏡頭 就是你越放大 它的細緻是越出的 那這支21就是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你去到這樣的地方 你不用21真的浪費了 嗯 但是其實會不會很難拍呢 你黑白照 真的只有黑和白 而現場也是只有黑和白 白雪和黑沙 就是這樣才要拍黑白 就是這樣才可以出到那些紋理 什麼都出光 如果你用彩色 就當然是比較鮮艷些 但是那個味道 你搭去的味道是不同的 明白明白 這裏都是 雪山 這個雪山湯是一樣的 有些人像 是否都是那裏來的呢 這裏是另外一裏來的 這裏是我們去 都是波浪島的一個峽谷 我們落了峽谷 下面那裏拍的 那我就用一支90mm 四光圈而已 但是拍一個模特兒 你看看它那些衣服的紋理 還有那些黑白層次 還有那些毛毛 對 那些毛毛都很清晰的 雪花 對 你看看那件衣服的紋理 對 那這支是哪支的四光圈 90mm四光圈 OK 我們看 小黑 小黑 我只看小黑 好 這支 同一支鏡頭 是的 同一支鏡頭 我拍這個模特兒都是用一支鏡頭 其實就是 視乎你 定照鏡頭 其實是視乎你要走來走去 其實就是 你看看你拿那個景 構圖是怎樣的 這裏 這裏 這裏更加可以凸顯它的衣服 你就可以看到了 凸顯鏡頭的威力 看到很多 其實它好像有些 有受光位 有不受光位 有些毛毛的 恐怖 是的 有光暗位 是的 你連這裏的衣服 什麼質地你都看到 另外還有它的領域那裏的毛毛 都不會說爆光 因為通常 是黑黑白 是的 一沉一光 因為通常 如果在雪地那裏 拍白色 老實說真的很黑鏡頭 拉架鏡頭 就真的做到這個層次枕 好 下一張 這裏都是拍波浪島 那裏就是拍雪地 那些雪 還有它本身的泥 那些泥的層次 那你會見到 受光位都不會爆的 嗯 正如你所說 是的 你看到 光位有細節 暗位也是有細節 暗位也是有細節 這是最大的 是 因為最吸引人的地方 OK 下一張 這一幅也是 你看到 352 是嗎 是呀 用352 6枚 你看到 就是 左手邊 岩石上面那些雪 都是看得到的 是呀 看得到很清楚 是呀 嘩 放到這麽大都看得到 是呀 這些雪 還有閃閃亮的 是 還能出到這些細節 不會是死白一片 是呀 是呀 它原來有這麽多細節 放大都不知道 原來 是呀 所以我都說 拉架鏡其實是 就是你越放大 就越看得到它的細節 是呀 是呀 你就這樣普通的一張 就這樣一張照片 你就不覺得它的威力 嗯 細靈 有些花了 是呀 這裏就在韓國 早前4月那時 在韓國拍到 還有些櫻花 這樣 是 這張會不會都是放大了 都是 都很多細節呢 是呀 這支 這支就是180來的 我用180 180 3.4 是嗎 是呀 是呀 這支是APO鏡 是呀 這支是APO 又不是很重 價錢也是抵用的 是抵用的 不用一萬元 幾千元就搞定 是呀 是呀 但是你去旅行 有時候是有機會 有需要的 有需要的 這個是 曾經之前拿的獎牌 是呀 我去這個賽事都拿過兩屆 這樣 它都要求幾高下的 我們又要 即是要寄相過去 這樣 即是攝影愛好者 其實都 可以參加這個比賽的 其實參加一下 這個賽事也好 不用過去的 其實直接 直接寄相過去就可以了 是呀 有很多賽事就是 有分相片組 還有有些鐵圖組 這樣 那你可以 如果是相片組 你就要曬它出來寄過去 但是有些鐵圖 直接在網上已經搞定了 很簡單的 這個牌是金的 那是金色的 OK 今天很感謝Sophia 和我們分享 這麼多的心得和相片 接下來我們不時會有 視頻器材 或者相片的介紹 那如果你有興趣 就歡迎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給我們一個讚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好